各位合作勇敢面對挑戰 人情氣候困難的李孔李李總統教友獎 經由教友報告中華官有四位同學帶到這項輸贏 中華官政府也特別公開辦中標誌 而讓他們是中華官的公英較驕傲 中華官今年有四位學生 拿到總統教友獎的觀點 可以拿到這年紀念的演誤還是不簡單 先像民党大學的林元龍同學 就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使命去創作價值 因為我覺得生命的價值是什麼 生命的價值就是用生命去影響更多人的生命 然後創作一個一個有愛的社會 這樣 電話這幾道中華在教學校的潘秀如同學 結果生命的不方便 透過不斷認識17個出國比賽 也有大小小的黃毅佳同學在中央後 又是很欠氣 有沒有想到說自己會得到總統教育獎 其實沒有 因為我覺得應該還有更多人比我優秀 我只是 這算是 我只是算是一個小小人物吧 應該還有很多 比我更偉大 然後幫助更多人的人 所以 也意想不到 從國一的時候就開始表演 然後晉級到全國去表演 然後也得到獎項 有第一名第二名還有優秀獎 館長王輝密表示 這四位當下的背後都有非常感動的故事 他們的故事可以自己的臨心激發到底 我想這幾個故事真的都是能夠鼓勵到 我們的一些在學的學生 或者說我們身體有障別的這些鄉親們 那他們並不因為他的這個種種的一個障礙 反而能夠想盡辦法練習練習再練習 用他們的毅力 然後能夠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成就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要呼籲我們所有的同學們 一定要珍惜我們現在的所有好好的學習 我相信 你的人生一定會是更加的光明的 王輝密講到 這四位學生立正向有的失明的故事 不怕生外困苦 結合生天不變 這年老的鄉親的精神 達到高雷 開始使中華觀的公演更驚悟 大長新聞 中山中華 蔡芳報道